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歡迎你們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五位來賓 他們都曾經因為別人的道歉 反而火冒三丈 到底是什麼樣的道歉方式 讓他們 歡迎他們出場 首先歡迎 哈哈 哈夏嶼 歡迎第二位 阿龐 歡迎葉心梅 歡迎伊森 歡迎黃若勇 歡迎五位 阿龐很少見 對啊 是... 很難得稀客啊 還有一個新朋友 這也是很少見的 黃浩勇 浩勇 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浩勇他剛好正在演舞台劇 是 是我先生 對 不好意思 就我先生 他就是文雄本人 對啊 但我們就先不講那個名字 好 還是講一下 我們屏風的同門師弟 對 他們認識十八年了 快二十年了 對 快二十年 很優秀 好 今天聊的環節非常簡單 就這麼簡單的 到底想不想道歉 你的道歉 讓我更上火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有一種叫做 我也不能接受 我很討厭這種 滿久以前我主持那個 就是那個美食節目 賣美食節目 就是阿龐哥的那個 學弟 我是你學弟啊 我也是你學妹 所以你今天是 剛剛不是講過 我們沒有道歉 不是氣我吧 你沒有罵我 你都罵一五億 OK啦 而且你也沒有道歉 你沒有想像過 你也道歉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主持那個美食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主持了 一年多了 快兩年了 結果就來了一位新的企劃 這麼巧 那一位新的企劃 他以前 他是在體育媒體工作 所以我在打球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但是並不熟 他就轉換跑道 那我也覺得 就是感覺好像 多了一份親切感 那那個時候呢 他就有跟我講說 當然他一來他就 那小大哥那個有什麼 就拜託你這樣 我說沒有 拜託你好不好 你是製作人耶 你不要這樣子 OK 這些假情假意的東西 都講完了以後 對 然後開始 就開始上班 錄影 錄的第一個點 大家一坐下來以後 那因為我們是三個人 還有兩個很小的小女生 很小隻的 一個是林彥均 一個是阿諾 他們都很瘦小 他就開始 他就說 小哈哥 你這樣一坐 旁邊兩個位置都沒得坐 我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 不好意思 你要不要自己看一下 你要不要自己來看一下 這個監視器 你這樣子整個畫面很奇怪耶 我心裡想說 畫面很奇怪 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啦 我們這樣子一起合作 也一年多了 應該在錄之前就先溝通 他想要怎麼拍 那我自認 也是大家公認 就是我在我們三個裡面 我的口感講得算是 比較好一點 然後他就開始講 小哈哥 還故意小哈哥這樣 哥在錄 你這個 口感肩怎麼算 滿差的耶 這樣我不能用耶 你說他公開在大家面前 一樣叮你 所有人面前 那他也會這樣叮一五一 跟那個阿諾 完全誤會 那不公平耶 你問阿房哥 這個會 對... 我的口感質素 其他兩個人講得爆爛的 好 要理解一下 先讓我 我們現在要理解一下事情 那是不是跟你出班的第一天 第一天 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讓他重視他 我是新來的 但你們搞清楚 我跟他特別熟 沒錯 才能 那我才能這樣對待 我才能這樣跟他說話 所以我能跟他 他是我兄弟 我被太多人這樣對待了 那我當然也會有一點點疙瘩 不是很開心 因為說真的 我跟他以前也不是那麼熟 到了晚上 這是最討厭的點 對 那晚上就是 男生都會聚在一起 喝一點啤酒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那個誰... 我說我真的 今天表現得很差 是不是 我說 我說不好意思 你比較希望我 用哪一種方式 就是來表現 他把我拉到旁邊 因為還有攝影師 什麼的 那個司機大哥 他把我拉到旁邊 我跟妳講 不是 我跟妳講 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我說蛤 那他講什麼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拜託你給我一個面子 第一個 就像誠哥剛剛講 完全一模一樣 再來 我真的是 我是新來的 我要在他們面前 第一 讓他們知道 然後這樣子 他們才會比較重視我 要不然的話 我這種菜膠 他沒踩著你 他就那一天跟我講了 他就那一天跟我講了 他就那一天跟我講 我說好 那既然大家以前都是 體育出來了 體育出生的 那就算是稍微幫你一點點 到第二天更誇張喔 開始從頭刀到尾 然後我那一天 我也沒有最晚下來 他就想說 哇賽 小大哥太晚來了吧 我說 我這樣算遲到嗎 他說沒有啊 你沒有遲到啊 但你是最後一個到啊 我說 好 那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就突然想到 給他個面子 好 那不好意思 等一下咖啡我請 來... 開始一整天 哔哩巴啦 一直...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就這樣 他又開始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小大哥 你這口感不行喔 你這口感真的不行喔 說真的啦 體寶生就是體寶生 會形容的 會形容的詞語 真的不多 直接這樣子喔 是 對 然後我就說 那我也跟你說聲抱歉 那不然以後 所有你的班 你就都不要罰我 是大家都在的時候 大家都在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夠了 差不多可以了 對 他到這個時候喔 他照理說 他應該要在大家的面前 他發現你起屁面了 對 他發現我真的賭籃了 他又要把我拉到旁邊 我說不要拉我 不用拉... 你有什麼話在這邊現在講 不要每次都把我拉到旁邊去 對 不要在那邊給我 大街上面罵人 小巷裡面道歉 我就是故意要把那個場面 弄得非常難看 那以後就不可能一起出班了 還有遇到他嗎 後來就真的還真的就沒有 他聽說出了其他的 他自己搞砸的 自己把自己也就搞砸了 也就沒有在這個節目裡面 繼續的 對 這是一招 說實在 你用得好的話 你會讓人家知道說 那這個可能不是個什麼菜鳥 大家不要說把它當菜鳥來搞了 對 他用得好你會不錯 他用不得好的話就是個白母 因為很多這種工作人員 我自己其實也遇過 我那時候遇到一個 他其實以前在這個圈子 後來他中間休息了一陣子 他又再回來 那他可能也急著想要找人 去建立他的威信 那個時候是他會跟我講說 因為我剛出來上通告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提早來 你先看一下上一集的 上上集的人家怎麼錄 你順便學一下 於是我就真的聽他的話 可能晚上七點的通告 我四點就先來 結果我來的時候他就開始 有意無意就說 那個誰 今天下午誰誰誰 誰的經紀人請了咖啡 然後我說好厲害喔 他們好大方喔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懂 但其實他是在暗示我要 如果提早來了 可不可以就是請一點小點心 但是我就不懂 因為我們拿來的錢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就會說 就本來是叫我請全部嘛 後來就是請他個人就好 然後就這一個人 他就很奇怪很喜歡占我便宜 後來我就 我突然懂了 但我就很氣 我不想要再被他欺負 所以我 譬如說你發我七點通告 我就準時七點來 然後有一次我七點來 我在梳化的時候 他就直接進來說 你怎麼那麼晚才來啊 大家都在等你耶 他在休息化妝間裡面 直接大聲這樣講 但我心裡面就被搞得很緊張 因為我不喜歡化妝間的時候 大家都在 有化妝師還有其他藝人 其他經紀人我覺得 你不能這樣給我難看 然後那一次我也是被惹毛了 於是我就說 我沒有啊 你發我七點 我準時七點來的 你可以問這些姐姐 我都沒有 我沒有遲到 然後我就順便說 你上次叫我幫你買了咖啡 你總共累積到現在 你還有三百多塊沒有給我 順便投在 我就直接當場講 因為我不能讓人家覺得 好像我不專業還是怎麼樣 而且是他的問題啊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這點錢而已 現在要得這麼急幹嘛 你等一下那個算錢的時候 順便一起跟你算嘛 於是他就很氣得走掉 但是其實當下我跟他 在化妝間的氛圍是很差的 很尷尬 我也在氣嘛 後來我錄完影我就回家 但我後來想想 我也把這件事情 跟我身邊的朋友講 那大家都勸我說 你不要這樣啦 你幹嘛惹到工作人員 萬一他以後不罰你怎麼辦 然後我後來想想 我心裡想說好像也是 隔天我傳了訊息給他 我說不好意思啊 可能我那時候一心只想要錄影 所以我沒有多想 那那個咖啡的錢沒有也沒關係 下次有看到 我再買一杯請你也無所謂 我就是要起這個頭 那他也順勢喔說 沒有啦 姓梅姐 我昨天可能也是 是我搞錯時間了 也是當場誤會你遲到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我們兩個 都OK了對不對 我說沒事就好 大家以後還是可以 開開心心的上班啊這樣 然後結果他突然回傳一句叫 我寄一輩子 我寄到現在 他回我一句叫 他跟你訓貴 對 我還在滿頭問號的時候 又傳第二句 寫 我是某某某 那一個某某某 是那個節目製作人 所以意思就是怎麼樣 他們兩個在公司上班 我只是先傳給巴鈺說 巴鈺我昨天不好意思喔 就希望大事畫小 小事畫我 巴鈺可能當場把手機拿給製作人 他就說 我不知道他私底下告了什麼狀 但是他那兩句話 我真的嚇傻了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 被弄耶 非常的沒品 然後我就說 這算很好 然後從此我跟這個人 就沒有在講話 我從此真的這個朋友 這個節目什麼我都不要 因為我覺得太下流了 這好恐怖 必須說 你在回那個短訊的角度 是錯誤的 所以我都不要理他 那覺得怎樣 你有做錯什麼 不對 我不要先試路 你的那個短訊 應該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想了解一下 你昨天對一個 準時到場化妝的我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批評 看他回什麼 你只能寫這個 不要再寫一些 我怎麼樣 希望你不要怎麼樣 他就做錯了嘛 那才道歉 這種人 你知道意思嗎 這種人 你看那個嘴臉 我的天啊 我真的想揍他 這好難 揍人很多 現在在路上看到他 我都會想揍他 揍人很多 這太難 這太難了 我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他 我騎摩托車 要不是我那時候後面有載人 我真的就吹下去了 你後面有載人 那個效果更好 重力加水 那撞得才飛得一點 年輕的時候被欺負 會記一輩子耶 那不是一樣道理嗎 沒有 這個... 他不是大街上道歉 小巷會射箭 他是還有在巷子跟你道歉喔 我這個就是 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同一件事情發生 然後最後從他口裡面出來 變成另外一回事 情形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前陣子 大家很流行騎腳踏車嘛 然後有一群朋友 大家都喜歡騎鋼管車 那我們就大家會一起去騎 那我發現 何謂鋼管車 鋼管車就是它沒有變速 然後是鋼管 然後它前面也沒有煞車 單速車啊 對 單速 然後它也沒有煞車 它的煞車是腳踏的 往後踩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開始騎鋼管車 那我想說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 女朋友都在家裡面 那我想說那這樣子好了 我也去買一台 然後再帶著它跟大家認識一下 反正運動人多 然後一起運動也很好啊 然後我上去上網找 然後日本過來的都很貴 然後我就上網看到一台車 比較便宜一點一萬多塊 然後我就想說這會不會被騙 然後我就找一個 我裡面很談戴的車友 然後什麼事情大家都會問他 他很懂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什麼 然後我想去 但我不懂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看 鑑定一下這台車子 好不好 那好 我就出手這樣 我就開車載他 我們就去了面交 然後到現場我就看 那車子不錯 然後我就看一下 先看有沒有刮傷 我看大概沒問題 我怕我不太懂 我就問他說 你就幫我看看 看怎麼樣 如果可以我就出手 他說好 他就去談了 結果一眨眼的功夫 我看他在掏錢 我想他根本怎麼樣掏錢 結果他把錢給了那個人之後 他不是要幫你談嗎 他就把他買下來了 我現場就 整個覺得很奇怪 懵了 我整個懵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然後就看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還畫家常一下 然後就懵了 懵之後我就放在心裡 我想說這是我要買的 怎麼又變成你買的 可是我在這個的時候 他車簽了嘛對不對 我載他來的 我還要幫他把那台腳踏車 送回他家 你沒有當場問 我沒有當場問 我就這樣 怎麼可能會這樣做呢 我就沒有這樣問 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但我就悶在心裡面 然後我就好 我就送他回家了 不然反正後來朋友找說 要出來騎車 我就不去了 然後過一段時間 我朋友覺得很奇怪 好朋友說 為什麼我們大家聚會 你都不來啊 少了很多樂趣 你都會講笑話幹嘛 你怎麼不來啊 我才跟他講說 好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不來好不好 我就把整件事情 跟我的朋友講了 完完全全就講了 然後他們可能也 至於朋友之間 你知道就可能就 傳開來了 有一天 我接到一個他的電話 他打來 我來講說 這要不要接啊 然後想說 好尷尬喔 接看他講什麼 對 他就跟我說 王哥 我聽車友們講了一件事情 我才知道 抱歉...很對不起... 那個車子是你要買的喔 我一心想說 然後他這樣講 我就說對啊... 然後他說 我不知道 因為你在現場 然後說你 想了一下叫我去談 我以為你遲疑了 那這個車子 我看得很便宜 而且他品項很好 如果我們遲疑之後 他應該下一個買家 或他下一個點 去給人家看 人家就出手 所以他就出手 他也要先問你吧 對啊 好 他講法是這樣子 然後他說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子 然後你也出來騎嘛 不要生氣 超賤的 我心裡想說OK好 那我就不生氣 沒事... 反正你都買了嘛 然後後來呢 他就提了一件 他就講了一件事 然後說 那這車子 不然我再賣回去給你 然後我說好啊 然後後來他就講說 那時候我們看的價錢 是大概一萬二 一萬三嘛 那我賣回給你一萬六就好 怎麼會是 這比我們之前去談的時候 價錢變高耶 他說沒有 是這樣子的 因為呢 我買回來之後 我換了一些東西 然後所以呢 這個價錢 也算新的 那我現在賣給你的話 那我就划不來了 那我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反正大家有誠意 你也道歉了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需要的東西 你拆走 因為呢 我換了這台車之後呢 有些品項跟顏色 不一定是我們喜歡的 我們可能會再換 那你用得到的 你拆回去 你舊的有留下來的 你裝回來 而且既然我要再去載 你也這麼喜歡這台車 你也割愛 我加一千去你家 幫你載回來 好不好 他說好啊... 謝謝龐哥 不好意思喔 這件事情 我說沒關係... 我明天就去載 我就載回來了 很開心 我終於空出時間了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 就可以一起去騎車 我們兩台車騎出來 跟朋友一起去騎... 然後碰到我的朋友之後 然後坐下來喝飲料的時候 我朋友就講說 你怎麼會之後 這樣子又把它買回來 他是講說 你拗他 因為他一萬六 然後你拗他東西 然後他是受不了 這個人好奇怪 然後車子在賣給你 我還比原價再加一千 他東西全拔走了 對 後來這個車隊 我就沒有跟他們一起騎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 第一物以類舉 太多是非了 對 還有就是不需要去解釋 那你們覺得這樣就是這樣 搞是非的人太多了 搞事的人太多了 那個人覺得他是買走 可是現場我覺得是不一樣 對 心情是不一樣的 我必須說阿龐你有錯 被騎走 當天他付了錢之後 什麼 你錢給他 這張好用耶 謝謝你幫我付了 所以你幫我付了 你就拿錢給他 沒有 這我要買 怎麼會是 當場你把事情搞清楚 你要把他載回家 把人跟車送回家 然後回到家自己很氣 你笨 你就女朋友被追走 還送他們去冤會 好啊 其實你不要講這什麼路 對啊 對啊 對 就這意思 懂我意思嗎 你笨 這是你的問題 我的呢 剛剛聽到大家都是那種 直來直往對不對 我這個比較難過 我這個是善用你的愛 就是道歉敷衍 然後嬉皮笑臉 有押韻喔 想要押韻耶 結果有某一年我的生日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約 要去花蓮過生日 然後呢 因為這個女朋友 他對蛋是過敏的 所以沒有蛋的蛋糕 並不好買 就像那種生吐司 或是無膚質的那種 對... 所以不是任何一個地方 都買得到 我就買了兩個三角蛋糕 小小的 兩種口味 然後我們就去到了那個飯店 然後就把蛋糕 放在冰箱裡面 於是我們就去山上走走 後來我們回到飯店的時候 是下午四點多 他呢就突然說 我餓了 我想吃東西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有很多小的東西 他說不要 我要吃蛋糕 然後我就說 今天是四月九號 我喜歡儀式感 所以我要過十二點 十號是我生日 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兩個蛋糕 你能不能留一個給我 過十二點 然後他就說 我兩個都想吃 然後我就說 打他 對 我就說 什麼意思 什麼叫你兩個都想吃 可是這不是我的生日蛋糕嗎 他說 對啊 但是我餓了啊 你愛我嗎 我的天啊 大家心得來了 麻吉道歉太白目 阿龐陪了夫人又折兵 要找便宜的房子 我剛剛一個學長 然後他租了一個房塊 就跟他住這樣子 我就開始拿MEMO 就把所有的我的東西 灌集中去貼名紙 肥皂貼名紙 沙發我的貼名紙 我去上班回來了 我們馬上貼了一張紙條 PS 我一直這樣 對 結果後來 然後我就搬走了 這不是我的生日蛋糕嗎 他說 對啊 但是我餓了啊 你愛我嗎 我的天啊 請了... 大家請了... 好煩喔 好 那過十二點 他說我生日怎麼辦呢 我說那還沒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他就這樣 好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我就唱 奶油抹在你臉上 抹在我臉上了 就說生日快樂 儀式進行完了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唱完了 我可以吃了吧 然後他就吃掉第一個 說很好吃 你要不要吃一口 然後他就說 這個也好好吃喔 你吃一口 好過喔 然後後來他看到我都不說話了 我沒有生氣 我就說 那就這樣吧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不太愛過生日的人啊 所以其實如果別人這樣 對我的話我是不會生氣的 他的年紀是不是小你很多 大概小個八歲吧 太多了啦 太多了 那我也有碰過這種 這種嬉笑式的道歉 我也是記一輩子 是超不能接受 我以前剛出社會的時候 因為沒有錢 然後想要搬到市區去住 因為我很早以前住陽明山嘛 那個陳人哥常常跟我講說 你要搬下來 不要回到一個家 就不想出山那一種 然後沒 而且陳人哥說 你只要每次出門的時候 都走下坡 真的耶 你的世界不會成長 可是回家的時候 是走上坡 可是你出門就走下坡啊 一出門就走下坡 你出門就走下坡 你為什麼會記到現在 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那是連鎖反應 結果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想要搬下山 但因為那剛出社會 有想要找便宜的房子 我剛剛一個學長 然後他租了一個房子 那他那個房間是一房 然後有一個和室 那我想說和室我可以住 然後便宜就幾千塊 就跟他住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他自己有 自己洗澡的地方 但我發現我的 冠洗用具那些 跟沐浴乳會變少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我覺得爆發點就是 有一次早上也是 類似像蛋糕這種東西 我隔天早上要吃的 然後一個豆漿或牛奶 然後我貼了名字之後 打開的時候是沒有了 那我早上空腹就 超生氣對不對 就超生氣 鐵腸貼都很容易生氣 對 超生氣 洗床氣 洗床氣 結果後來我就開始拿 就把所有的 我的東西灌洗用具 貼名字 肥皂 沙發我的貼名字 然後什麼 我就會讓你知道說 好你要這樣子是不是 這是我要用的東西 我貼名字 好 我去上班回來了 我發現是完蛋了 電視是他的 電視他貼的名字 我心裡想說 好 那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事情呢 我想我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也不要這麼硬對不對 好 我隔天早上我就留一個紙條 我就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他就說同一個屋簷下 然後學長抱歉 然後大家也都不要這麼計較 好不好 我的錯 我就把東西通通都撕掉 晚上我下班回來回到家 我門馬上貼了一張紙條 上面畫了一張可愛的笑臉 我就很開心我就去看 然後上面紙條是這樣子寫的 三八兄弟 我哪有可能生你的氣 因為我把沙發貼我的名字嘛 意思就是你不要坐 然後他說 他已經去買錄影椅 我看的時候我就想說 這什麼意思啊 結果我就一次之下 我隔天就去 而且那時候用身分證分級付款 結果我發現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的落花 這樣都不行 沒有啦意思 我買電視 因為我是住人家 不合適 我買了電視之後 我就每天下班只能在房間 那他買了椅子 他可以就在我的合適外面 看著他的電視 坐著他的椅子 他沒有坐我的沙發 然後我就外面 就一直忍受這個 忍受這個 然後就一直聽到他那個 電視的聲音 我就整個不行 結果後來半年我自己受不了 然後我就搬走了 所以我也是對於那種嬉笑 就是很不正式的道歉 然後就哈哈 然後就覺得這樣就過了 我覺得其實care的點很多 很多 但是最care的就是 每個人喜歡道歉的方式不一樣 對 只要感受不到的 都不算道歉 對 也是學問喔 對吧 道歉有很多種 像我自己遇到 我覺得會讓我更火的 是那種 他其實人是好的 人格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每次道歉的時候 他人是好的 有東西壞 對 但是他就是道不到那個點 他人是好的 他道不到那個點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就是 你那股氣 你不知道往哪裡發 像我之前的時候就是遇到 我不該幫你接這麼多工作 經紀人 我的經紀人 對 那個時候 講這個話實在很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 好要再威脅你 對 這是他最後 這也是情樂 你消化不了 這也是情樂 表現不好 那不要接工作 大家都不要工作 對 就是那種翻桌的那種感覺 我就是很難接受 他的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事情是 因為他覺得說 通告跟通告中間 其實只要留好時間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我這樣子 就是接這樣 所以他有一次 真的是幫我排了 就是上下場 中間只隔了半個小時 太趕了 然後那個半個小時 我還必須要從內湖 趕到那個南港去 而且是下班的時間這樣子 他覺得很近其實不近 對 他覺得很近 應該是趕得到這樣 果然呢那一天 錄完前一場的時候 我一看時間 已經剩下十分鐘了 那我就說 你趕快找那個計程車 然後他就說 不行啊 我現在 我剛剛 他錄完的時候 我已經在幫你叫計程車了 計程車全部都是 就是都找不到這樣子 要等很久 因為是下雨天又塞車 然後他 然後他就悠悠地問一句說 那你會騎摩托車嗎 然後我就傻眼 我說 我會騎摩托車啊 可是也要有摩托車啊 對 然後他說 我幫你找好的那個共享機車 對 你現在在哪 你去哪一個 那個瑞光路的幾 什麼像什麼像的轉角處 你趕快跑過去 你現在要趕快上那個 那一台我已經把你預定起來了 你現在趕快騎那一台摩托車 你先騎到那個電視台 然後你到了以後 我自己的部分 我在自己叫計程車 我待會隨後就到這樣 要也是他載你去吧 對啊 我就真的就是在 就是在那個慌亂之中 然後就自己去找那一台 共享機車 然後什麼 對 那我在走之前我就跟他說 好 不然 既然你已經要隨後到 你要搭計程車到 那你就順便到那個 對面的那個麥當勞 幫我買一份餐這樣子 結果呢 好 我到了現場 果然就是大家全部人都已經 就已經就定位了 就在等我一個 跟主持人在主持人的化妝間 等我到這樣子 可是正常的 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的那個經紀人隨後到的話 他是不是要在現場 幫我跟製作單位說 幫我跟通告說 幫我跟窗口說 因為剛剛是什麼 我接太緊了 對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說 當時製作單位的確有問那個 我經紀人說 為什麼Eason這場遲到這樣 他就說 因為Eason剛剛去騎摩托車 然後呢 我就說 什麼意思什麼 我就說 所以製作單位就說 所以Eason是騎摩托車來的嗎 對 他說對 他說那你手上這一代麥當勞 是Eason 剛剛本來開錄前說 他想就是抓空檔吃了這樣 所以製作單位就會覺得說 我很白目 就已經知道 我這麼趕這麼趕的狀態下 我還堅持要騎摩托車 還要買麥當勞這樣子 對 我就 我就整個快爆炸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是 你重點不是在這什麼什麼 他最後惱羞成怒 對啦 對啦 都是我的錯啦 他又講這種話 這種道歉不要也罷 荒謬無禮讓人更怒 還錢的計畫寫給我看 就延期延期延期 有 我記得 你先借我三千 我越喜歡你兩萬錯的事 都是我的錯啦 我不應該幫你接那麼多工作啦 他又講這種話 我說也不是這樣講 我也希望你幫我接很多工作 可是我們這中間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樣的 這個小問題的話 這樣你不能安心工作 對 而且好危險喔 趕這十分鐘 你要去幫我心跳 當他這樣子 好啦好啦 都是我的錯 幫你接那麼多工作啦 他就是不想談啊 丟了嘛 對 他突然間姓張了嘛對不對 對 你這都應該講說 我會趕每一個工作 我會把每一個工作做好 可是我在趕那工作的過程中 我出事了 你會好受嗎 對 說話的藝術 真的耶 講完了 然後也不用再講下面 什麼都不要再講了 沒事 搞休息吧 把這個東西說出來 用這樣的方式說 是 我覺得動之以情 小之以理 不需要反那麼阿拉力 這樣 這樣你工作品質會不好 對 我覺得其實道歉生氣值啊 跟那個事情的癥結點 有關係 看你在意的是什麼 像這個我會那麼生氣呢 是 扯到錢 因為我很在意 借錢不還 推卸責任 這個年頭借錢不還的人 是有的 對 不少 那因為其實像 我雖然是很愛賺錢啊 可是我也很看重朋友 其實我 那大家不要再來找我 因為我已經沒錢借了 就是怕我 很容易耳根子軟 然後又心軟 然後就是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幫 因為自己說真的 大錢我幫不了你 但是就是住人 救急不救窮 就你幫他一次 如果他可以就此翻身的話 那也是一件好事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我說真的 他我很欣賞他的手藝 他做的東西 真的是還滿好吃的 可是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適合當 廚師不見得 他適合當老闆 沒錯 對 那他的管理 其實不太OK 這一件事情也是 我後來才知道 他當時要開一間小餐廳 那中間呢 可能周轉出現了一點問題 然後他有請我幫忙 真的不多 大概十萬以內 那他其實很誠懇 他就把還錢的計畫 寫給我看 他說他每個月還多少給我 他預計多久可以還完 聽起來很有誠意 對 非常有誠意 而且他還說 他如果有賺的話 他還可以多一點 算當利息多還給我 我也覺得OK 那我就借了 這很有誠懇 非常 所以他前面半年 真的是如期的 在還我錢 也都OK 結果哪知道到 第七個月的時候 開始沒有還了 第八個月也沒有還了 就延期延期 拖了大概三個月 那我就說 最近生意好嗎 他說OK啊 不錯 還很好 最近好忙... 我會找你 就這樣 然後後來逼不得已 我就直接去他餐廳找他 然後我就是直接說 沒有啦 我是想說 看你餐廳真的生意還不錯 那可不可以 就是你三個月沒有還我錢的 是不是要還我錢 有...我記得... 我很早就想還你錢 但我就是 你知道最近的人 真的非常的難請 我都請不到人 很多事情我都要自己下來做 你看我現在有多忙 然後我就說 對...真的滿忙的 那你忙完了 因為你等一下 你也打烊了嘛 那是不是可以還我錢 而且你知道嗎 不只人難請 那個廠商 每個 好錢 好快快 不像我會跑去 我店就在這裡 我是會跑掉 開始推 顧左右而言他 一直要怪別人 不是我說 那你開店開那麼累 你店到底有沒有賺錢 如果賺不了多少 你去外面給別人請 賺得也多 那你又累 時間又被綁住 還是乾脆你店就收起來 就算了 我們就是結清嘛 了解 然後他說 沒有 我也很想開店啊 拜託 你想想 你演藝工作這麼不穩定 我也是想說開一間店 萬一你以後 真的怎麼了 有需要的話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吧 大哥 第一個 你前面 我好感人耶 我好感人耶 他開的店就未來... 他真的想到你耶 要是我差點點頭了 那你自己都 你自己 你菩薩過江你都有問題 你還怪我 我說你跟我借錢 你再擔心我演藝事業 幹嘛趕你屁事啊 你知道第二件我已經抓狂 這到這我已經抓狂了 你前面已經在拖 我還陪你演喔 我說好 我希望你好好開著店 好不好 那月底來還我錢 月底 月底一定要還 他說可以 我月底一定要還嘛 你說我欠你多少 我這個月要還你多少 好 這一萬 我說一萬... 這個月是一萬七 你如果三個月這樣子是五萬一 好 他就說好 那不要多說 這個月一萬七我先還你 我說好...那我就月底來 因為我不想跟他多聊 我真的是多聊 多聊一分鐘 我真的是少活二十年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要走了 他說等一下 怎麼了 他說一萬七嘛 我說對 還要跟我確定一萬七 不是吧 我還要再借你三千耶 我說什麼意思 我說 我說三千是怎樣 我說沒有啦 因為我跟你講等一下有個廠商 要拿那個蛋的錢 我就先給他 你先給我三千什麼 我真的心裡OS說 我說你連三千都沒有 房東今天剛來過 給錢給了 營業額都給房租了 你就先給我三千 月底兩萬 還你整數 然後我就想一想說 我身上只有一千塊 好啦 一千也可以啦 一千啦 然後就硬跟我拿了一千塊 那妳還給他 我給啊 因為我想說他很可憐 錢都沒有收回來喔 沒有啦 有 這個真的有 但是比較久 不到十萬塊 原本說是一年內會緩緩嘛 後來還了三年 可是我覺得好事是 他那間店也撐到四五年啦 就是他 後來也收了是不是 沒有 還撐著 漂亮喔 但是他就是打平 他也沒有再請別人 錯啦 我們都希望出門遇貴人對不對 你就是他的貴人啊 多好 遇貴人是個角色 遇貴人 是一個像甄嬛傳理念的 對 遇貴人 他本身就是個角色 我是沒貴人 我是沒貴人 真的沒有貴人 謝謝你怎麼沒有貴人 對啦 沒有貴人 大家都是我貴人 所以就 聊了聊都忘了貴人是誰啦 有啦 我還記得 還記得 阿龐聰明說抱歉 變成片場大紅人 你是刀劇組 如果你要我幫你帶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開口跟我講一下 然後我幫你帶去嘛 故意不拿你就走 你要讓他承擔那個後果 導演就開始問 就把他叫過來 把他罵了一頓 然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好像做不太對 然後我就直接去 我開始跟道具組很好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龐哥 我跟你講 桌上的東西 通通可以吃 這是你很重要 瓜哥就是我們貴人 然後沒有貴人 大家都是我貴人 所以就是 聊了聊都忘了貴人是誰啦 有啦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每次看到電視有他 我都跪著看完 你給我拍下來 我要看 紀錄片 我要看 沒有 在上巷是不是 沒有 都彩色 這些道歉 能不能一個 每個人提的這些道歉 都是會讓人家冒火的 因為感受不到誠意 對 我們現在第二個環節 學會道歉好處多多 因為道歉讓我應獲得福 我以前個性就是比較 對跟錯就是很鮮明的 我沒有灰色地帶 就以前我們大家知道 常常拍戲的時候 我們是演員嘛 演員 演員組 道具組 美術 美術組 有一天我拍... 然後我們要去這個A點拍 我們要去B點 那B點可能要遇到 用別的東西 那那天是一個什麼 公式包 我知道那個是我聯繫要用的 那我這場快拍完的時候 我就遠遠的看他走... 走過來 譬如說我現在坐在這邊對不對 他就把這個公式包 放在Eason這個旁邊 他就走掉了 但我心裡大概明白 他就是說 我幫他順便拿去下一個現場 他沒有講 但他沒有講 他只是拿過來 我看他就放了 他就走了 那我那個飛黑即白的個性 就會覺得說 我是演員組 我需要把台詞跟我的東西 弄好就好 你是道具組 如果你要我幫你帶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開口跟我講一下 然後我幫你帶去嘛 對不對 那你講都不講 你就直接放在那裡 好像是我應該的嗎 那是你的工作耶 所以我走的時候 我就東西收一收 我就走了 故意不拿 我就故意不拿 你要讓他承擔那個後果 對 到了現場 好啦 要這個東西 沒有對不對 好 那導演就開始問 就把他叫過來 把他罵了一頓 那他是說 他有拿到我的旁邊 然後 他以為我會把他拿過去 他有這樣講 我也殺了一個小謊 我說 我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 但我有看到 但你沒有講 我就當作沒看到 我也殺了一個小謊 結果他就被罵了 被罵之後呢 我在現場又等了 一個多小時才拍 好 這件事情完了 就拍完之後 下班了 我要回家了 結果我東西收一收 我要走的時候 我就看到道具組 在那邊準備東西 我走過去的時候 然後跟他們說 拜拜 我先走了的時候 我突然有了側影自行 就是說我們演員 比如說我今天有 今天有十場戲 但我只有三場 我拍完我就可以走 但是導演跟工作人員 是從第一場到最後一場 他們全得都在那邊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辛苦的 那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有人幫我們化妝 幫我們吹頭髮 有人問我們餓不餓 其實他們都得自立自強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這個要死的個性 得理不饒人 結果害他被罵就算了 我自己也在現場 等了一個小時 你根本什麼好處都沒得到 對不起 打斷一下 這個不是側影之心 這是良心發現 良心發現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做不太對 然後我就直接去跟他們 道了歉 然後但我知道他們 我這道歉有點遲 他們也是心裡有點 不是很爽 我也知道 因為被罵了嘛 然後我就跟他們道了歉 但是從那天開始以後 我只要移動現場或什麼 我會主動去問說 有沒有需要我能拿的或帶的 然後到有一天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但有拍戲都知道說 其實道具是不能吃的 比如說我們準備十個雞腿 然後我NG了五次 只剩五個雞腿 對不對 那看起來就很空 就沒那麼豐富 那麼漂亮 很多人喜歡吃道具 道具不要吃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結婚的戲 我結婚了喔 但是呢 坐在那邊 所有東西都吃不下 為什麼都是臭的 因為它要弄個很澎湃 有海鮮 有什麼 有很大的螃蟹啊那 那個殼是真的 他們海鮮餐廳 人家吃剩不要的 然後裡面呢 把豆腐切完破到下面 然後就把中午吃剩的便當 比如說青江菜 五個便當青江菜 弄成一個小盤子 就一道菜 炒胡蘿蔔弄在一起 就變了好幾樣菜 但是中午吃剩的便當 但後來我發現 我開始跟道具組很好之後呢 我 比如說我拍 吃飯的戲 然後坐下來之後 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龐哥 我跟你講 桌上的東西 通通可以吃 那個菜... 我早上去菜市場 自助餐買的 都可以吃 所以只要是拍我的 而且是只有我 我在的時候 別人就還... 有些當然比較資深的 會開玩笑說 就會開玩笑說 那如果要拍吃飯的戲 如果沒有阿胖 我都要吃飯 我都是在吃飯 就會這樣開玩笑 跟那個道具組講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多體諒 然後適時的 如果覺得自己做錯 先道歉再改變 然後或許你會得到 意想不到 會得到意想不到 那後來讓你更方便 這不是... 他剛剛這個值得 我們學習的是 他不是只有道歉 他還有行為 行動... 他還有日後所延伸出來的 後續 這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我之前在上海戲劇學院念書 然後回台灣之後去當兵 我在南沙群島當兵 一年 所以我身體非常的健康 我那個時候大概只有 五十八公斤 可是後來回台灣的時候 後來... 我就是要說這件事情 回來之後就是因為 因為仗著年輕 所以變成每天就熬夜... 結果我就得了 就是中風 然後那個時候還在拍一些 什麼宣導的片 然後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 不好意思 我現在只看到左邊的臉 那你能不能拍左邊 那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情 但因為我就看到腦神經科之後 他就每天打針嘛 打針...吃藥... 然後後來才知道 可能很多是肋固醇 我就從五十八公斤 胖到九十三 兩個人 兩個月 對 是兩個月 那那個時候剛好 屏風表演班缺人 我就毅然決然決定 離開高雄到台北工作 於是當我認識成哥的時候 是二零零六年 我已經是胖的 那胖了之後 其實你們新認識我的人 都覺得我是胖的 所以我不需要面對過去 所以我把大學 高中 國中 小學同學 沒有任何人 你也是做得滿絕的喔 對 因為我到台北拉 然後那個時候 通訊團體其實沒有那麼通 就是暢通嘛 經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沒有跟上海戲劇學院 那一幫朋友聯繫 結果 蔡月薰導演 在台灣拍了 深夜食堂中文版 剛好請了另外一個導演 是我的上海戲劇學院的 同班同學 然後他就跟我訊息 就說我要來台灣了喔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裡面有個角色 你要不要來演一下 我真心躲不掉 於是我就去演了 然後見面的時候就是 嗨 然後他們的表情是那種 你誰 你是誰 葉新梅鼓勵變重傷 陳哥要求當眾道歉 一堆演員都是我的同學 我就說 其實我沒有跟你們聯絡 是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我覺得過了十幾年之後 你們這麼有名 你們這麼帥 然後我是個胖子 你演戲實力還在啊 而且你如果沒有胖過 你一直說 你一直說 你有想過怎麼道歉比較恰到嗎 見面的時候就是嗨 然後他們的表情是那種 你是誰 你是誰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的時候 我就說對啊 我生病 但是我只是輕輕講 那接下來就在高雄拍了三個月 一堆演員都是我的同學 就上演戲學院表演系的 導演系的一堆同學來 然後那個時候就剛好 拍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覺得 我是應該要跟別人講這件事情 應該要誠實講這件事情 我就跟一個很帥的男生 我就說 其實我沒有跟你們聯絡是因為 我覺得很丟臉 我覺得過了十幾年之後 你們這麼有名 你們這麼帥 然後我是個胖子 我想跟你們道歉 請原諒我 沒有跟你們聯絡 結果同學看著我就說 你就是我同學啊 你再胖你都是我的同學 為什麼你要因為這樣的事情 而不跟我們聯絡呢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今天瞎了一個眼睛 斷了一個腿 你是不是還是會把我當朋友 我說是 那就對啦 對 你在幹嘛 然後那一秒鐘我覺得天啊 我真心真意地跟他道歉 我得到了一個很正向的魁魁是 為什麼我要這麼自卑 對啊 你演戲實力還在啊 而且你如果沒有胖過 是 對 對 對 受不等於帥 你認為喔 不熟對不對 你有想過怎麼道歉 比較恰當嗎 沒有 沒有想過 我有 我想到了 剛剛你們說 除了道歉還要有這個行為 對 我覺得他的帥跟什麼 跟胖瘦無關 是他的實力有關 所以我的行為就是 我會去看文雄跟秀音 文雄 文雄跟秀音 文雄與秀音 文雄與秀音 謝謝 我用行動付諸 付諸 道歉 辛苦你了 寶貝 沒事 謝謝陳哥 我想有一個道歉的事情 跟他們這次的舞台劇 其實跟著裡面 好像有點關係 對 我們是正式要來宣傳了 好 認真 別這樣捧不好看 你就這樣拿 好 好 你就這樣拿就好了 好 沒有問題 我就這樣拿 對 這個戲呢 我發現它有相當的難度 對 是 因為就兩個人 兩個人 沒有終場休息 一百一十分鐘 一百一十分鐘 我們的第一幕就是 我們兩個都是已經到了 人生的快要終點了 我們是倒去回去的 很老很老的老人家白髮 我還瞎眼 你也瞎眼 她是瞎眼的老太太 太難演了 我最巴鈺就很緊張 這個戲好難喔 那你進來看看吧 她演得很好耶 我也很緊張 我跟她搭得很開心耶 很舒服 因為這很...真的 真的... 去啦 去看一下 一定會啊 我來看戲 我一定會 我有空都會去看戲 另外一個創舉 除了星期一 星期二休 整個場地會維修 是 然後演員休息 三 禮拜三演到禮拜天 對 連續演五十一場 對 五十一喔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嘴巴會張開來 對啊 好累耶 但是因為我們有七位演員 所以我們不同卡斯這樣子 排列組合 我們有七種組合 七個組合 可是要記得是四個男的 三個女的 沒錯 四個雲雄的三個女的 對 七種組合 而且每換一個人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沒錯 火花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買五天都去看 你會有不同的想法 每一年都 大家敲碗期待得出好戲 真的 雲雄與秀映 我們從五月三號到六月三十號 好不好 現在播出的時候 已經可以開始買票了 我們在OpenTix 兩個月的售票系統 什麼五月三十五月三號 五月三號開始 到六月 到六月三十 兩個月 各位 把握時間 什麼 等一下沒有那麼好追播 還有沒有那麼好追播 怎麼沒有那麼好追播 怎麼沒有那麼好追播 怎麼沒有 明天要再五月 挑在六月二十九號 我們再練 我們先入圍 過兩個月才播就對了 你們傳到這麼多啊 趕快到OpenTix 今天到底來宣傳什麼呢 好不好 最多不同錯過的好戲 好不好 文雄與秀映 文雄與秀映 說道歉 你說道歉 對不起 心理專家 對於道歉行為 他進行了相關研究 歸納出了 令人感受良好的道歉方式 第一個重點 來 真誠 不是真過誠喔 是真誠 剛才有講到 要真誠的道歉 道歉的第二個重點是 勇氣 為什麼要勇氣 面對需要道歉的狀況的時候 很多時候因為我們 面子拉不下來 尷尬 不好意思 勇氣 所以沒有辦法把這個 對不起三個字說出口 完全說不出來 但是只有勇於 面對自己的錯誤 才能把彼此衝突的傷害 降到最低 道歉的第三個重點 事實的 對 皇后有那個道歉 能夠讓同學能夠接受他 是 對 他隔了十年 對不起 我當年不告而別 同學如果不接受 沒有 我們早就忘記你了 對 對啊 之類的 你那個道歉有個屁用 沒有用 真誠 勇氣 事實 如果這三個重點 你還不懂的話 歡迎五月三號到六月三十號 到空總劇場 來收看我們的 文雄與秀英 真的 非常的重要 真的 就剩明天了 好 女王大人 下次再見 See you Bye 謝謝 回來啦 謝謝 謝謝 好大人喔 好大人喔